關心選戰焦點 民進黨行動中常會兼儀式 到了臺中舉行 臺中彰化南投苗栗 四個縣市長的參選人 也集結營造大團結氣勢 沈潔恩 民進黨主席的總統 蔡英文致詞的時候說 過去四年地方建設停滯 社會福利縮水 中臺灣缺少會做事的地方首長 剩下五十二天 要翻轉中臺灣 自信顧臺灣 翻轉中臺灣 迎上好將來 綠營中章投苗四位首長參選人 握拳高喊動算 民進黨行動中常會 五號到臺中舉辦 為中臺灣首長及議員參選人造勢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表示 中臺灣扮演拼經濟的重要角色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關鍵基地 也在此 中央友好的藍圖與政策 但缺乏會做事的地方首長 選戰進入倒數階段 現場也公布最新競選影片 以翻轉中臺灣為主軸 在蔡英文致詞後 四位首長參選人輪番上陣 發表政見與談論選情 改變的風已經吹起 從臺中的大街小巷吹來 行動的號角也已經響起 聲音逐漸在擴大 我們有信心可以翻轉臺中 蔡英文致詞跟對手許淑華的差距 拉得非常近 在10%以內 可是 我們有匯選的壓力 我們有黑道威嚇支持者的壓力 拜託總統 我們要使盡辦法來查會 苗栗縣長選舉攔移鬧分裂 民進黨參選人徐定真表示 他和脫離國民黨的苗栗縣議長 中東景互有領先 相信自己將繼續開鉤走高 贏得勝選 彰化縣長參選人黃秀芳則說 他射出解決低薪的政策三支箭 有信心翻轉彰化 成為綠營首都 記者張宇成 謝正林 台北報導